如果你所有的敌人都是幸福快乐和安详的 他们就不会是你的敌人了 如果他们都没有问题 没有痛苦 没有苦恼 偏执恐惧紧张焦虑 他们就不会是你的敌人 对付敌人最实际的办法 就是帮助他们去克服他们的问题 如此你才能活得更平安更快乐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你应该把慈悲填满所有敌人的心 让他们了解平安的真正意义 我们不要跟敌人去对抗 敌人杀我们 我们就说我们要保家为国 然后把他们也杀了 这不是笑话吗 如此你才能够活得更加平安与快乐 他们欲使神经质 病态恐惧紧张与焦虑 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欲多的麻烦与痛苦 如果你能把一个堕落与邪恶的人 转变成一个圣洁而平得高尚的人 你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让我们从内在开发足够的智慧与慈悲 将邪恶的心转变成圣洁的心 当你正恨某个人时 你心想让他难看 让他痛苦 让他失败 让他贫穷 让他默默无闻 让他没有朋友 让他死后转身恶道 永世不得超胜 不过呢 实际发生的状况却是 就是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 你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有害的化学物质 使你感到痛苦 心跳加速紧张 脸部表情扭曲 没有胃口 失眠 门门不冷 你自己已经先受其害 你希望敌人尝到的那些痛苦 你都一一经历了 同时你也无法看清楚事实 你的心就像沸腾的水 或者就像患黄胆病的病人 对任何佳肴都是无畏同样的 你也无法欣赏别人的表现和成就 只要这样的情况存在 你就无法好好的残修 就是说当你对其他的任何众生 当然主要敌人 去恶念 那么你首先自己受苦 如果你能够帮助这些坏人 能够克服他们的问题 那你会更加的平安快乐 就是当众生在感恩你的时候 你也会感到更加的安乐 如果众生憎恨你的话 你肯定会不舒服的 如果法界还有众生憎恨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是要用慈悲心来化解 就像那个比功夫一样的 发这个功 你发另外一只功 发称恨的场 我们就把慈悲 慈悲的场可以把这个 震恨的场给转化 如果你的慈悲力够强大的话 就可以把他的称恨性都可以转化 你只有转化他的称恨性 那么你才能够减轻他对你的伤害 因为他那个称恨性也是会影响到你的 毕竟你的称恨性的种子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 他都能伤害到你 他的称恨性就会引发你的称恨性 因为你的八十田里面还有称恨的种子 他的称恨性一发出来 马上就引蓝你的称恨的种子 那你也受到伤害 如果你那个时候 能纯粹地用慈悲心来转化对方的话 那你就成功 所以说你看 修行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有慈悲 那你的禅修是无法开展的 没办法真正地开展你的禅修